哈喽 各位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 这是前几天 我跟一个企业组他在有问题来问我 在这一种实际的一个批命的一个情况下 他我这一边所领悟出的一些新的东西 其实这个企业组来讲 当然你也知道这个企业组来讲 他一定都是跟商业有关的 所以说他来问我 就是跟他的商场上的一些情况 当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问我说 我这一件事假如成功了 我要跟对方是要怎样 是要直接给他一笔钱佣金 还是要直接给他入股 头痛了 头痛了 妈单单从八字里面要看这一些东西 对不对 这时候 古代有这种东西 各位想也知道古代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什么股票 想太多了 对不对 古代那有这种现代的东西 所以这一种东西就不是在古书上 既然不是在古书上 你翻书也没用 你翻书也没用 所以我们常在讲 很多东西都不是说你看书就有用了 你必须透过实际经验的去判断 从实际经验中去取得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他的一个出现了一个才坏印的一种情况 那各位你要怎么去解释呢 对不对 给各位三秒钟思考 1 2 3 好 那我在这边讲 财破印 那这个是什么 印代表文书 政见 钱财跟政见有关 所以说给他参股吧 就给他参股 所以各位 那这一个东西来讲 在之前的我影片我有讲过 这英国论法 钱财从哪边来 财从这一边来 或者从这一边获取财 也不可以 这两种论法都可以 所以说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就必须要与倉股下去合作 他的这一个状况才会比较容易实践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的话 各位 我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判断八字来讲 已经不是一套公式 他不是一个公式 八字不是一个公式 他是怎样 八字不是一个公式 他是要依照他的位阶 依照他的情况 去综合判断 要依照这一些情况 我们下去综合判断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说其实之前很多 很多人其实会在网路上攻击 可是那是因为他们就只有理解到他们所能理解的事情而已 并不是所有事情他们都有碰过 所以说我倒也是无所谓 听听看看就好了 所以说其实财破印有很多种状况 我这边一一跟各位讲 财破印我所遇过的状况 伪造文书在打官司的 那财破印 那财破印 睡眠不好的 财破印 做房利产赚钱的 财破印 为了债务卖房子的 财破印 离枪背井的 像这一次 财破印 他是要怎样 参股的 所以说其实各位另外发现到 其实财破印 单单一个财破印就有如此多的一种状况 你要怎么去判断 当然你要先知道对方现在的地位 他这个财破印 他假如只一般学生的话 就顶多就是说怎样 不太会读书而已 他就是不太会读书 所以说各位 你要依照他的位阶 还有他的状况去综合判断 所以说一个八字 他绝对是 他不是一个公式 绝对不是说你是天生什么命 你会怎么样 他是活的 八字是活的 所以说你要灵活的去论断 而不是死反反的 当然 刚开始我的学生不可能也跟我一样 他一定也是一样这样子慢慢的去推论 但是这个就是进步的原点 为什么他是一个进步的原点 因为你刚开始本来就大家都不会懂 哪有什么人一刚开始就是天生 就是才华样 你出生什么都不用学 那么的什么都会批了 那叫天才 少有人 那个一千万分之一 万中选一 或者是千万分中选一的而已 我们都是普通人 我们都是普通人 所以说我们一定都有那种菜鸟的时期 不外乎 不要看我现在 我之前也是菜菜的 对不对 你不要看我现在老鸟油条 对不对 油腔滑掉的 对不对 人家我也是有菜鸟的时候 看到客人我也会批批错 跟你讲 这一个 对 你们会犯的错误 我也会犯 但是 怎样 你有没有 实际的去真正的去批 批完了以后 你把每一次批命的经验 你把他做一个笔记 做一个记录下来 就像这一次 我又突然认又多了一样 财破运原来是可以参股的 对不对 谁教我 当然我自己教我自己 不然谁可能教我 对不对 这一些东西 透过实际的去批论 然后你要知道一件事 相同八字 不同命 所以说表示八字他必须要因时 他的这个时间点 因地他的这个空间的情况 去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你这样子才不会被八字绑的死死的 你才不会被八字绑的死死的 同样的八字成就可以很高 但是也可以很低 同样的八字 所以这一点 各位要清楚 透过这样的一种批命的一个方式 第一个 你刚开始很菜 所以说你就只会批破财就是财运 但是客人会逐渐逐渐的反馈 可以说其实我是什么情况 你所懂的死神的意义 就会越来越多 死神的意义 就是透过这样子去了解的 死神的意义 透过实际批论 然后客人给你的回馈 你会发现到 我死神有很多现在意义 不是单一个状况而已 已经不是在单一个状况而已 这样子你在批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贴近现代人 你会越来越贴近现代人 而不是批的都是古人的思想 跟你说现在的八字跟古代的八字 完全都不一样了 社会环境不一样 你怎么用同样的思维在批你们 难怪吗 是他们对不对 让人家说你到底是在批什么东西 我根本就不想要知道的东西 你还硬塞给我 还自以为沾沾自喜 很多都这样 所以各位 透过这样的一种实际的批命 你会碰到很多事情 这一些事情 就是现在实际的意义 现在实际的意义 所以不要害怕去批命 甚至你要面对面跟客人批 你甚至要学会面对面跟客人批命 不是那种网路上留一句的一句批命 那个随便拿 我也会 破财 财运不好 就这样就好了 那要代表什么 难道 对不对 批命就只有这么简单吗 路边摊300块都要 都要讲10分钟 那一句批命就比路边摊的还不如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很厉害 其实他比路边摊的还不如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实际上的批命 这一些东西 为什么我可以跟各位讲 因为我碰到过 对不对 我在批命的时候 这些都是我的批命时候的状况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有脱离现在社会吗 好像没有 他跟现在社会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我说对 没错 为什么 因为我的客人就是现代人 难道我会去批2000年 他在墓里面 我还不知道他的墓在哪里 把他挖起来说 你的八字是不是这样 他会回答我 不可能 死人绝对不会回答你的八字 所以说死人的八字 你随便批都好 他也不会反抗你 对不对 他也不会说不对 你批错了 没有 他随便你掰的 对不对 可是现在人可以让你随便掰 明明他就财运很好 你跟他说破财 他不然一拳打下去 对不对 所以说到各位 不要害怕实际批命 不要害怕实际批命 就算是现在的我 透过实际的批命 我还是会有所得 我还是会有所得 而且从跟客人的进退应对中 你可以去更了解到 每一个阶层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你会更了解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面就会很广 你的面不是深度 不是批命的深度 是批命接触的一个面 你就会很广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你的八字来讲 你可以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人 你会更了解 原来各个阶层的人 他是不太一样的 他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 不要流于只是学理上 在那边批 批的很高兴 你也不跟客人讲 然后就说老师 你看看我这样批 对不对 我说真的 批 你批高兴而已 真的很多都是批高兴 很多都是批高兴 学命理这一块来讲 你要先有胆量 各位 我刚刚讲的 你要肯去帮人批命 所以说 他第一个是要什么 当然刚开始是学习是印 印会生比 比就是要去面对别人 然后比会生死 死就是你的专业 你懂不懂你写的 写不写的出来 所以说他是具有这几个 这个叫做学习 这叫面对客人 当然面对客人要怎么讲出来 就是你的专业度 所以说专业度绝对是这样子练出来的 绝对不可能跳脱中间面对的部分 直接就会跑在这里 那个叫做应客食伤 输呆子 也就是说 在你的八字里面 没办法电通 输呆子而已 所以说 去学着与人批命 你当你可以面对客人的时候 其实在无形中 你的笔节也会增加 你的能量就会增加 尤其你是需要笔节的人 这一个特别特别好用 特别特别好用 所以说 其实像有一些是日主授课的 需要笔节的学命里有帮助 什么帮助 面对别人 当你肯面对别人 而且你也敢面对别人 你就可以扛得住啥 你假如是食伤旺的人 笔节也ok 笔节也ok 笔节生食伤 让你的专业度更强 我就是笔节的 我就是笔节的 那你是应克食伤的 笔节让你把食伤变出来 这一些都很好 这一些都是很好的 所以说 不管你学命理怎样 还是一样 笔节最重要 笔节很重要 所以说你看是不是又多了一样 面对客人就叫做面对笔节 对不对 你要如何去 敢面对他 不害怕他 这样子你就会越来越厉害 他 不是 只是在那一边批 然后没有面对 然后来跟老师讲 应克食伤 那个叫做书呆子 不厉害 因为你根本就不敢跟人家批命 对不对 所以说实际批命很重要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友谊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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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